诗音宗的魔童竟让司徒南捡了个大便宜 这魔童天生没有固定属性 是最适合夺射的躯体之一 书接上回 司徒南在仙仪族的追杀下 直奔小北岩籍之地 这所谓的小北岩籍之地 乃是西域的雪域国旧址所在 此地有横谷以来就存在的天然静置 分别是九黎之物与极炎血光 九黎之物可以将短时间内无法毁灭的物体 全部吸收并慢慢炼化 而极炎血光则是让目标全身血液沸腾 不出石膝便会被烧成灰烬 此刻在小北岩籍之地的深处 一个童子被红色岩兵包裹在了其中 周围还充斥着九黎之物 他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并不时张嘴吐出黑气 将周围的九黎之气稍微推开一些 然而九黎之气仿佛具有自我意识 一旦被推开便立刻重新将岩兵紧紧包裹继续炼化 这名童子便是当初孙泰对战巨魔老祖 召唤出来的魔童 而巨魔老祖不是魔童的对手 只能利用此地的静止将魔童束缚 若非孙泰被传送出了朱雀星 这魔童绝不会长时间困在此地 先前司徒男所探测到的夺舍之躯 也正是这名魔童 魔童的来历极大 这便要提及到石英宗的神秘背景 石英宗远非朱雀星上的任何一个宗门可以比拟 他如同一个庞然大物在众多的修真心上扎根 做着肉身交易的买卖 甚至还会搜集各种奇异之物 但很少有人知晓石英宗的总部在何处 那像是一个不可提及的秘密 放眼整个修真联盟 石英宗算是为数不多被承认的宗门 其地位远远超越了那些散布在各个修真心上的普通门派 而在石英宗有一部宝典 上面记载了三千多种不同的肉身 宗门内的修士若是可以找到这些肉身 便可凭此获取诸多天才必保 而孙泰所找到的魔童 便在石英宝典内排行171 他拥有引灵根没有固定的属性 天生适合夺射 一旦魔童的肉身被夺射 他会自动形成与夺射者最为契合的灵根 又在数日之后 三道长虹一前一后降临到了小北炎吉之地 司徒南回头看向仙仪族四组嘲讽道 小娃娃速度还是太慢了 老子一路上等了你多少次 你若是再不快点 老子可就不等你了 其实四组多次都想要放弃追杀 可面对司徒南的嘲讽 他实在忍无可忍 并且他有一个秘书 司徒南便可将祖灵从其体内夺回 此刻司徒南自语道 老夫当年肉身还未破碎时 曾在此地修炼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对周围的静置有很深的了解 紧接着司徒南手捏法印 向着周围的虚空点指过去 而四组看到司徒南没有继续逃跑后 他手中符文化作一道细丝缠绕住了司徒南 可怎料司徒南丝毫不躲 直接沿着那些细丝钻进了四组的体内 并大喝到一声酒离之物 刹那间一团黑色雾气将仙仪四组包裹在内 拉向困住魔童的岩冰 而司徒南则是趁机从四组体内钻出 又进入到了魔童的体内 下一刻 司徒南对王林传音说道 这里的酒离之物是天然静置 正好可以作为老夫融合肉身时的防护法阵 等我恢复修为后再去找你会合 这段期间你要小心猪雀子 别等老子没出去 你就一命呜胡了 王林点了点头又问道 你还没有告诉我 修心至今究竟是什么东西 司徒南传音回应道 在老夫没有成为猪雀前 也曾以为那是一件强大的质宝 可成为猪雀后才发现那是歹毒之物 那是修真联盟以神通之术祭天而来 但凡有修真国达到六级便会被赐予修心至今 这修心至今可以形成一股奇异之力 笼罩所在的修真心 之后这颗星球上诞生的生命 都会缺少一个命魂 那正是被修心至今吸收 掌控修心至今的人 便可以随意抹杀这颗星球上的任何生命 除非修为达到问顶期 才能将命魂从修心至今内抽出 否则没有任何抗衡的办法 而这便是修真联盟赐予六级修真国的最大权利 不过根据老夫推断 修心至今在其他星球已经算不上什么秘密 估计已经有修士找到了应对之策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六级修真国被颠覆 当年我在成为猪雀后 便在暗中进行破坏 将修心至今加以封印 虽说不能阻止他吸收命魂 可只要封印不被破解 那么后续的朱雀子便无法操控 这也是后续的历代朱雀对老子恨之入骨的原因 可老子就是看不惯这样的做法 王林听到这则密文后不由的心神俱正 他低声问道 若是等到朱雀子掌握修心至今后 他只需心念一动便能杀了我吗 司徒男回应道 所以你若想要日后平安 就必须将修心至今内的命魂抽出 这一切等到老夫恢复肉身后再说吧 那时候有我在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随后司徒男便沉默了下来 专心开始进行夺赦 至于王林则是准备先回楚国 将周如送回家